公腔镜手术后多久可以同房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洋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公腔镜检查要看你检查的时间的长短 如果只是做一个公腔镜的检查 它对子宫的这个耸伤呢是非常小的 影响也是非常小的 那么术后一般三天可能就阴道不流血了 三天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同房 那么如果公腔镜检查带治疗 初学时间可能会长 那么相应的呢我们就要在术后 要用上三天抗生素 术后一个月呢再去同房 是比较好的 这个呢主要取决于 你是做一个单重的检查 还是要做一个公腔镜的一个手术的治疗 那么手术的治疗也根据时间的长短 术后出血的多少来定 那么最好呢在术后一个月呢 在性生活相对来说呢安全一些 最怕的是经到还流血 那么你去同房以后呢 会造成一个公腔的一个逆行的感染 会下腐痛 会发烧 甚至会捧腔的急性的炎症 这个是终于事件老头 会发烈的 awak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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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